大家好 我是草根 今天来到了锦州市广州街 实施家常菜 他家的特色是水煎包 咱们就是品尝品尝水煎包 Let's go 老板咱家店开多年了 开十多年了 十多年的老店兄弟们 吃就得吃老店 老店老味道太好了 老板咱家都有啥特色 人家家常菜 水煎包 水煎包 怎么卖 20块钱一斤 一斤30个 20块钱一斤 一斤30个兄弟们 太好了 再来几个家常菜 来个大白炖干豆腐 大白炖干豆腐12元 兄弟们 再来个木须肉 木须肉怎么卖 2 木须肉12块钱 真不贵 批发价 再来个腊炒哈 兄弟们 这来个腊炒哈 这老板怎么卖 腊炒哈 腊炒哈 这来个腊炒哈 兄弟们 就这四个菜 再加水煎包 一斤30个 哎呀 太好了 这是这家的价目表 兄弟们 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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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元 10元 14元 12元 15元 25元 哎呀 都不贵呀 价钱太亲民了 太接地气了 太好了 兄弟们 兄弟们 这小菜都在这儿呢 这都是硬头货 硬头货也不贵呀 兄弟们呢 30 28 38 溜肥肠 35 兄弟们 糊饼和豆角 38 都不贵呀 兄弟们呢 锅包肉 28 兄弟们 这是这屋的环境 兄弟们 小入量摊着的 干净着的 哎呀 30多瓶 兄弟们 咱们品尝品尝 水煎包 木须肉上来了 兄弟们 木须肉多少钱呢 老板呢 木须肉12 哎呀12块钱真不贵呀 批发价兄弟们 大白炖干豆 大白炖干豆上来了 多少钱呢老板 12块钱真不贵呀 批发价兄弟们 土豆条烧排骨 土豆条烧排骨 怎么卖呀老板这个 25 哎呀25真不贵呀 排骨兄弟们 哎呀解啥硬菜兄弟们 水煎包兄弟们 看着就有食欲啊 水煎包上来了 兄弟们 怎么卖老板这个水煎包 20 20块钱30个 哎呀何几毛钱一个兄弟们 酱鱼炸上来了兄弟们 酱鱼炸怎么卖呀老板呢 22 22 大嫂这咱们不要了 要了酱鱼炸兄弟们 好 细刀 2 2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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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家是十多年的老店 菜价都不贵 刚才给大家看了 菜价都是琵琶价 太亲民了 太接地气了 排骨烧土豆 怎么样 它有食欲没有 真香啊 兄弟们 家乡的凉白开 进滚 再尝尝鱼炸 鱼炸味美 喷香不鼻 下酒名菜 酱鱼炸 兄弟们 下酒 木鱼肉 这水煎包真不贵 合几毛钱一个 兄弟们 太香了 兄弟们 太香了 兄弟们 大坏是冻干豆腐啊 这一大盆才12块钱 真不贵 兄弟们 您觉得这菜价便宜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评论出来 大坏冻干豆腐 我们家乡锦州当地的干豆腐 兄弟们 我最喜欢吃肉 兄弟们 我最喜欢吃肉 兄弟们 排骨 我最喜欢吃肉 兄弟们 排骨 这叫水煎蛋包啊 太好了 这味太好了 好了 本期的美食就分享到这儿 喜欢炒盖的视频 记得点关注 对今天的水煎蛋包加强菜 有啥评价 欢迎在视频下方评论出来 我们下期见 真接地气 真亲民 上哪找这地方 兄弟们呢 真香 这一大盘子 俩人吃不了 兄弟们 30个 拜拜 一定评论留言呐 老板呢 刷下账 看多少钱呢 好嘞 四个菜 再加上30个水煎蛋包 131给120 哎呀 太好了 太亲民了 太接地气了 131和120 谢谢老板啊 有客气 太亲民了 太接地气了 OK